长大啊 指不强啊 长为虎啊 指为龙啊 有点虎吞龙的格局啊 一般来讲是指出生家庭环境啊 一般啊 从这个生命线初期的锁链文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那么更宫的位置呢 色泽有些暗子啊 这个地方呢 代表肠胃啊 注意肠胃的保养 指节间的米康树文 也是遍布了好多这个指节啊 所以说也是代表 衣食无忧 小康不愁啊 纹路来看呢 是弱在了脑线的 脑线见大导文啊 脑线也称为人文啊 人文呢 是代表自身的秉性啊 材质和心理状态 脑导文的出现呢 也说明啊 自身的心理受过创伤啊 导文之后呢 脑线又陡然的下垂 自此呢 做事啊 信心也不足 那么这个创伤呢 和原生家庭也有关系 那么更多的时候呢 是跟这个生命线呢 在40岁左右的这个横文有关系啊 这个阶段呢 有一次劫难 似乎经此一难之后呢 对婚姻感情啊 也提不起兴趣 感情线呢 呈现这种平直的状态 没有 没有弧度啊 平直少弧度呢 说明对待感情就比较冷漠啊 所幸呢 有太阳线呢 深刻笔直啊 有望贵人指点迷津 度过难关 结婚线呢 也是靠近小指下方 所以说 姻缘终究会有啊 只是会来的晚一些 需要调整心态 那么财运线呢 也是稀稀拉拉 断断续续啊 未成形 那么财运线和脑线 以及生命线 组合成的这个三角财库啊 也因为这个财运线的 稀稀拉拉 断断续续啊 容易出现开口 就是财难拒 财库出现开口 财有 但是财难拒 那么小指水星秋呢 见非常清晰的 这个钱财树纹啊 这个钱财树纹呢 这个形态是非常不错的 深刻笔直啊 那么有些偏财入掌 但是呢 偏财不长久 就这样一个人 就这样一个人 击财的 财能 内容 对 我